日本是屬於一番賞A賞的系列 只有這一隻 有出海外限定版 其實非常簡單你只要看到這一個 有寫個King 這系列的品質真的是超乎想像 封面 它標榜的是實體有24公分 代理版 這邊盒內的序號 包裝的非常的仔細 好 分量 其實蠻重的 超級賽亞人不入悟空 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隻 臉部表情真的還蠻銷魂的 整個 塗裝跟做工 真的是比一般的景品 好上許多 很仔細的看它眉毛的上色跟瞳孔 還有這個面相 我真的做得 非常的好 加上頭髮 的塗裝跟質感 可以看到 它的分模線 已經盡量的縮小化 但法師紋的呈現 非常讚 法師紋的處理 真的相當的用心 上半身的地方 整個是用一種 超級立體 的那一種 漸層感 顏色 顏色也是有用到 深淺 的藍搭配 肌肉的線條 超級立體化 再加上 後面的 武道服這邊 它也是有用 出一個皺褶感 其實立體的效果非常的強烈 可以看到它 所有的肌肉線條 都非常清楚的 顯示出來 它護手碗 的地方的 藍色 跟其他的地方的藍 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用色 那下半部的話 整個是 非常的扎實以外 也是有上一些 亮光漆 然後皺褶感 全部 以褲子來講 都有完整的呈現出來 靴子的部分 採用一點 小漸層的藍色 它營造出 這種 亮亮的質感 而且你會非常的清楚看到 內側 這邊 跟這邊 的內側 是完全不同的顏色 所以這樣整個對比起來 非常的鮮豔 外側 外側這邊也是 等於是它兩隻腳的缺子的配色 是完全不一樣 真的相當的好看 再細看一下 這一隻 所有的細節的部分 都要做到 手指 處理的效果也是相當的 處理的效果也是相當的 正底 手指 處理的效果也是相當的 正底 後面就悟空的霧的LOCAL 涂妝真的是非常有水準 官方測量的高度 他是量到頭髮中間這裡而已 水是24公分 那BABY是以頭髮最長的高度來做一個測量 還蠻高的 約28公分 這隻真的是還蠻大的 因為兩隻腳的寬度實在太寬 沒有辦法用旋轉地台做一個展示 整體評價啊 滿分七顆星 其實非常清楚可以從畫面看到 這種King的系列 除了size大隻以外 不管做工跟塗裝 還有刻畫其實都有相當的水準 主要是份量真的超級大 而且這個在日本Squadet為一番賞 那B賞跟最後賞的超賽金髮 悟空海外並沒有發售 所以台灣海外版 就只有這一隻藍髮的悟空 但是還蠻推這種系列的 品質好 價錢說實在也不貴 再加上 非常的有水準 整隻你就會覺得分量超大 而且拿起來超爽 因為很重 最後的重點 就是你看起來 品質又是相當相當的好 所以非常推薦可以入手這一隻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earn Peace 掰掰